这到底要怎么生活呢 你相信吗 居然这一家四口就挤在这八坪大的小房子里头 地点呢就在这是呢三重 而且空间非常的狭窄 四个人挤在同一张床上 甚至呢冰箱里头只剩下一包水饺 现在只能靠着八岁的小女儿 带学校营养午餐来回家 杂物家具生活用品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 角落这张破旧的床垫就是零家四口睡觉的地方 但这里可不是卧房 八坪大的空间就是全家人的起身之处 冰箱只剩冷冻库还能使用 一包爱心人士送的冷冻水饺 还有一罐运动饮料一瓶酱油 看起来已经摆了很久 根本没有其他食物 很小就是那个脑性嘛 冰啊身体上有多出的疾病 有开过道 所以我不愿意工作 爬楼梯 从一楼爬到三楼 两只脚就快要跪下去了 又酸又麻 林小姐手脚都换过人工关节 视力退化到只剩下0.1 先生也罹患感应化 抬到治疗后 双脚又罹患 多发性神经炎 行动不便 正值壮年 两人却因为罹患重病 无法工作 林小姐说 房租每月6000元 但每个月只有13400元的低收入补助 扣掉其他生活支出 所剩无忌 甚至靠着女儿从学校带回营养午餐 勉强度日 这个月25号大女儿过生日 看到同学都有芭比娃娃 她也好想要 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 却连生日蛋糕都买不起 有画画天分的小儿子 在墙上留下涂鸦 同言同语的跟妈妈说 以后要卖画养家 爸妈觉得亏欠 但无奈孩子要的 他们给不起 记者旅容生 罗立云新北市 采访某道